哇,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木桶饭了 离上一次吃木桶饭应该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朋友们,你们是多久没有吃木桶饭了呢? 你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而你们不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 曾经的木桶饭确实挺火的 特别是他刚兴起的时候 觉得比较新奇,而且充满想象力 随着餐饮竞争和时代的发展 貌似现在很少能看到木桶饭了 一句网上一些网友的留言 比较真实的反馈了现在木桶饭的现状 朋友们可以看看这些网友的留言 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 有的网友真的很搞笑 没有这个木桶啊,就像农村喂狗的盆子一样 关键是那个木桶从来没洗过 全部都是口水,非常恶心 而这个留言就更加好笑 木桶饭就一定要有木桶吗? 老婆饼也没有老婆,热狗里面也没有狗 你们觉得这说法合理吗? 也可以弹幕留言说说你们对木桶饭的看法 认出差,闲逛的时候来到了沙尾村这里 这里可以理解唯一一个城中村 这些地方里面就存在着木桶饭 因为消费群体的问题 这些地方像鸡选减餐,木桶饭这些都是不少的 我就选了一家算是做得比较好,比较规范的木桶饭 实地探访,进去瞧瞧 现在的木桶饭到底做得怎样 能看到我选的这家木桶饭在用餐环境方面算是有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 价格方面不算贵 不过在口味方面呢就有点单一 基本都是穿香口味的 根据木桶饭的一些文献 木桶饭就是用木桶做出来的饭 据说在项羽流邦时期呢就已经有了 那这么一想啊,除了米饭 其他跟普通的快餐也没有什么良药 而且在做法方面还分了外观型和香味型两种 如果是香味型的 我感觉米饭还算是有点特色 那如果是外观型的,我感觉形势大于实际了 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花里胡哨了 有大部分你也不能确定它这个米饭呢是怎样做出来的 这家店标注是没有预制的 而且菜呢都是现点现草 确实在里面呢也能看到 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在现草 点了一份小笋炒肉价格18块钱 相对分量来说,我觉得价格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18块钱在深圳这个地段来说 我觉得算实惠了 确实它的菜品也是现草的 锅气十足啊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18块钱的价格怎么样呢 菜确实给了很多,上面满满一层都是菜 而且有一说一 它用的米饭确实也挺好的 吃起来香滑爽口 而且米香味很足 有一说一啊 它这米饭确实不像用电饭锅最终完成了 但是可能我的味觉水平有限 我并没有吃出类似木桶之类的香气 在想啊,会不会是因为木桶反复食用 而导致这种香气变少了或者没有了 18块钱,菜能给到这个量还是现草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算是良心 如果再加上米饭 那咱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分量 用的是铁盘 下面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镂空 我来的这家其实算是比较良心的了 因为个别店啊,有的铁盘的高度 甚至没有木桶的一半 另外在口味方面呢,稍显单一 基本都是穿香口味的 而且味辣确实也挺辣的 越往底部吃啊,你就会觉得越油腻 它的这间木桶饭还算是比较好的 它的食材算比较新鲜 而且有一点是比较难得的 是可以免费自助加饭 要知道啊,现在大部分饭店 白米饭都卖到三块钱或者五块钱一碗 不过有一点啊,现在大部分木桶饭 只是用木桶盛饭 其他跟普通的快餐真的没有多大区别 大部分木桶饭店都是形式大于10基 分量少,口味单一,而且偏油腻 像现在餐饮竞争特别激烈 可选性很多,它就显得毫无特色了 而真正地道好处的木桶饭 是这样做出来的 请问朋友们,你们认为是什么 导致木桶饭现在越来越少了呢 欢迎弹幕留言说说你们的感受